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呃什么呃好像也是那个呃德利克的对 的like的那个呃蓝精灵对一看到透明的包装对完全焕蓝一新的这个其实还能做一个笔盒的我觉得还不错了 对高级本金比的把的like都光是哎看到看到的like哎对手弄到墨水好那一个对 然后再下来的话反正就这次的包装恍然一新了这个那这个是我拿笔的时候吧 好一大堆笔然后我打开一下然后发现不知道哪里掉最后发现把哪里掉这个玩意反正我知道是欧型圈啊反正我不知道干嘛用的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好那一个谢谢大家哈哈哈好那一个再下来里面这张纸也要打开给你们看但是我讨还是也很讨厌这种东西为什么就味道很重而且不环保这个材料好那一个一样正常的教你怎么去 哎对怎么去那个西木好那一个后面的金融纸还有点心思但是我我还是喜欢用了瓦轮纸啊环保一环保一点啊因为其实你这个笔盒给我对吧我觉得还能用对吧这个笔盒给我但是别的真的没办法再用了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啊好那个再下来的是呃好今天讲的这根笔 哦对哇颜值是不是很很很棒对相当的棒呃然后呢就这样子呃对呃整根笔反正拿起来也是非常轻反正就是说外观上面我认为没什么好挑剔的因为外观这个东西完全是看个人这里比较尖这里比较平我看下能不能这么放啊答案好的答案是不行的没错啊红色非常的那个怎么样非常独的颜色而且他这个纹理真的这次我觉得有点像大理石那个纹理 也这次真的比较棒做的比我上次那个就266啊对266的那个 PenBBS266那个纹理来的好看这个套对有点精烈对吧呃但是这里看又很光亮有点金就这种看着就很协调有点像真的那种石头那种感觉就非常的自然 因为有些你弄起来很炫但是很假这个弄起来看起来比较真实而且又有点魔幻的美啊呃好哪一个有点说多了哎呀那个比我也是很正常的其实 是一样呃我不太喜欢的一种结构但是他这个比我还是不错的呃对正常的比我对这些 钢尖EF尖啊 然后现在配的应该新墨汽油一样呃国内的那个口径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样的应该在我来说应该是都一样的 然后这根比他没有比我然后完全通透的看到完全通透 呃对反正挺光亮的但这种比用久怎么样我真的不太确定呃 然后呢这一根啊反正这样子挺好看的比梅拉好像还更好看一点啊 呃然后这一个下来我们先 一样对 嗯哎 西山墨啊呀老动作 老司机 好一样小小小的那一个什么就是 对上一下墨这样子 呃然后再下来嘞 对 再下来的话就是好写一下 一样呃还是那两根笔你们懂的没错 拿一下子 哎弄到了不好意思 擦一下擦一下 对又弄到 讨厌 呃好 好呃那个好简单的说一下那个笔手感我觉得跟之前那个什么木桶红木就是那个木桶红木对对 的来的那个木桶红木就同同品牌的吗那个笔尖的就书写手感完全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很可可控性非常高 呃笔尖好不好硬了而已反正我觉得呃人写可控性也比较高 呃另外呃 笔的选择性也很多不同的颜色对吧 呃一样 反正就对呃出没反正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很细 平常书写呃放在笔道里面完全没有问题我相信是可以的啊 呃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呃其他的话你看到就是说他也是一样就反正粗细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那个 嗯 无印那个smit那笔尖的话他质量还是相对讲非常稳定的 但是要用久有没有变粗我不知道啊 大概就是这样 呃另外的那个的话就是笔尖的话啊不知道 后来那个压的话反正一样也不是特别人压啊反正不是特别人压你看不会不会开这样子啊 因为我下面垫了已经有一个这样子一块小皮了好 但是那个握起来非常的舒服呃非常这里尖的话反正呃没什么关系这么写的时候 呃应该是这种笔写的久的话不太会那么容易受伤像这种笔的话写的久会比较容易受伤的 因为我有时候写的时候我这么写 捏久了然后拇指这块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用力压往往这边去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知道的跟我说告诉我一下啊对呃另外再下来的话就是整根笔的话呃大概来讲就是这样呃反正挺特别的 而且反正对呃女生来讲拿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装饰品对吧 比如说你穿什么样衣服在配什么笔啊 然后他这根笔的然后如果有不同颜色可以买买对吧 配上一些你不同的衣服对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感觉啊对啊 啊然后呢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样子啊我哪里我讲漏了讲错的啊给我纠正一下然后 喜欢的可以加我一个微信然后方便交流这样子啊或者对啊 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那个谢谢大家 嗯 嗯 啊